巴菲特买进台积电ADR 于41亿美元台股在涨2.62% 账上14500点 美国亿万富豪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公司14日披露 以买进价值超过41亿美元的台积电股票美国存托凭证ADR 这是巴菲特的企业集团对科技领域罕见的一次重大投资 这一消息激励台积电15日爆出于11万张大量 中厂收在480元涨幅7.87% 并带动台股上涨371.41点 中厂收在14546.31点 分析师指出 台股在一个月之内反弹近2000点 主因为通膨趋势反转避险资金从美元流出 后续需观察电子液库存去化状况及12月美国升息幅度 英乡苏纳克 考虑随时支援台湾抵抗中国侵略 英国首相苏纳克15日前往巴黎岛参加20国集团G20峰会 他在机上受访时指出 中国对英国的价值观构成体制性挑战 并说对英国的经济安全而言 中国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苏纳克也被问及是否认为英国应该向台湾提供武器 他表示 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很明确 就是不应该单方面改变现状 应以和平方式解决 他并说 英国反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准备随时支援台湾 拜习会重启两国对话专家 台湾议题没有让步继续考验美中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14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于三小时 拜登向习近平表明表明反对中国对台湾的胁迫性日益挑衅的行为 习近平则说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新加坡学者分析 拜习会可能是美中重启对话的开端 关系是否回温仍待观察 华府专家则表示 双方在台湾议题上都没有做出让步 台湾议题仍将对美中关系带来严峻的挑战 尤其是在2023年 诺鲁总统 民主台湾不该被遗漏应与世界并肩前进 正在台湾访问的太平洋友邦诺鲁共和国总统坤洛斯15日表示 台湾是诺鲁坚定的邦交伙伴 面对各种挑战及新的国际不确定因素 诺鲁将持续与中华民国台湾站在一起 他并表示 台湾是拥有2300万人民的民主国家 不应被遗漏 应该与世界各国肩并肩一起前进 加拿大资安法颁布后首起间谍案华裔被控为中国窃取商业机密 加拿大联邦警察14日依从事间谍活动等罪嫌 逮捕魁北克水电公司一名前电动车电池华裔研究人员 这名男子被控取得商业机密让中国获利 损及加拿大的经济利益 依刑法与新颁布的资讯安全法上遭到起诉 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自2018年孟晚舟事件之后出现紧张 日前加拿大指控选举遭到北京当局干预 并传出中国在加拿大设立非法警察局的消息 加拿大政府表示 中国在国际舞台日益具有破坏性 巴黎台湾华语学校网站被害以中国海外警察局所为 中国政府自2018年开始大量设立非法海外警察局 包括法国在内 表面上是协助在法国的中国社群 但根据多方调查与见证 中国当局很有可能透过这些网络监视跟踪中国侨民 法国情资新闻网站情报在线14日报道 巴黎一个华人天主教堂及台湾法国巴黎书宴艺术文化学校 因为与台湾的政府关系良好 成为中国海外服务站的监视目标 他们可能把手伸向台桥社区 亚利桑那州长选举女版川普落马民主党重大胜利 根据纽约时报等媒体在最后计票结果公布之前的预测 民主党籍的霍布斯以些微弱差距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选举击败 今年其中选举最受瞩目的共和党参选人之一 由女女版川普之称的前电视主播雷克 亚利桑那这个关键摇摆州将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扮演重要角色 外界认为 获得前总统川普背书的雷克渴望成为共和党未来领袖 选前身势领先的雷克败选为民主党带来重大胜利 共和党对其中选举出现红色浪潮的期望宣告破灭 联合国 全球第80亿人诞生 2050年将达97亿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预测 15日在某个地方诞生的婴儿 将成为地球的第80亿个著名 联合国称全球人口达到80亿是人类发展所致 公共卫生营养个人卫生与药物的进步 让人类可以更长寿 目前的全球人口比1950年的25亿多出两倍以上 联合国预测人口将持续增加 2030年将达到约85亿人 2050年将达97亿人 约2080年代将攀置约104亿人的高峰 中科院战术型悬翼无人机首度展示增强国军侦察目惑能力 中科院战术型悬翼无人机15日首度展示 军用悬翼型无人机具备一件起飞自动降落等功能 且可耐六级强风 将肩负近海与暗路地区战术侦察监视任务 中科院并展示腾云大型无人机 主要任务是远距目标与电子情资侦搜 使国军无人机具备卫星导控能力 目前已完成研发测评 在明年完成作战测评后 将依空军需求启动量产 罗嘉林踢倒奥运金牌跆拳道市井赛摘营 世界跆拳道锦标赛15日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举行 台湾共派出男女共16名选手参赛 为备战这次市井赛 台湾队提前三周到墨西哥进行一地训练 东京奥运跆拳道铜牌女将罗嘉林在女子57公斤级连续踢下东奥金牌与铜牌选手 最终以0比2不敌中国女将落宗市摘营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你 砡湾 砡在门开